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你懂吗?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乐铁生命的人,生命对他来说,是一种惩罚。